再來有關相關檔案跟講義的連結 連結裡面可以看到 這裡的第一個就是有關文獻處理的自動化 主要是拿CEL 2016的證照考試題目 當成是我們練習的一個範例 假設你有興趣想要參加證照考試 這個也是考試題目 你把它打開了 所以待會有兩個東西要先準備好 如果你有學生碟 我建議這兩個檔案可以先把它放在學生碟裡面 第一個就是這個題目 題目的部分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把它放大一下 總共這個考試區分成幾大類 總共五大類 第一類的話 它主要就是針對基本函數 所以至少基本函數你要會 還有格式的設定 這兩個能力相對的是最簡單的 它設計一些題目 問你一些問題 你要把它回答出來 如果你回答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是OK的 其中的話這邊有一些細項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包含什麼 當開檔、關檔 這算是基本的 還有插入一些圖片 那比較常 所謂的基本函數 它這邊有解釋 就是像上加總 Average 平均 Average A Average If Rong Rong 就是算四手錄 Max Minim Dative 等等這些相關的函數 也就是它都會希望你是要會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辦法把這些稍微了解一下 OK 基本上這些都還滿基本的函數 那第二類的話是有關資料編修 也就是把資料做修改 然後還有列印把它print出來的相關能力 所以這是第二類 底下有這些細項 我想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還有它這邊有 這個第二類的話 它還有常用函數 也要你要會 所以這些的話 你們可能自己再看一下 這些函數呢 你是不是每一個都會 如果不是每一個都會 你可能要自己找一些相關的 這個什麼 相關的這個說明 也許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裡面有的針對 它列出來這些函數 做一些說明 那第三類的話就是圖表 也就是說在Israel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把資料跟數據圖像化 把它做成像圓形圖 資料圖、摺線圖這些比較常用的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現在很多企業都希望 員工能夠快速的把一些報表資料 做一個視覺化的輸出 畫圖給我看 不要給大家這個表格 如果看得很類 然後第四類的話 是進階資料處理與分析能力 看得出來 第四類好像難度比較高 它是進階的 也就是說資料處理 感覺好像是第一類 第二類的延伸 然後分析能力 有這些 第四類 那第五類的話 就是什麼 進階的含數 好像要更高 所以理論上 我們在期中考之前 可能這五大類 第四、第五類太難了 所以也許我們目標大概就是一到三類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準備的話 你們可以先把一到三類 稍微先看過 如果各位有興趣想要考證照的話 其實你可以記一個網址叫TQC 其實我的題目是從這個網站 這個單位 它就是叫做電腦技能基金會 這邊TQC 然後認證的內容部分 你可以找到科目 認證科目 其中最底下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倒數第二列這邊有一個叫Excel 電子試算表 那它考試的部分 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它其實分成好多個版本 然後我選的是這個Excel 2016 其中的話 它把這個考試 它分成有三個Label 第一個Label最簡單 實用期 然後它考試時間是40分鐘 考幾題呢 考三題 那這個三題是什麼意思 剛剛各位有看到 總共有五類對不對 那其實它就考前三類 一、二、三類 那考三題的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把第一類抽一題 第二類抽一題 第三類抽一題 就是各抽一題 就對了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 我其實是 有把這個 這個題目有把它放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類 就是102 然後底下是104 都雙數題就對了 所以它會把一開頭的 裡面抽一題出來考 二開頭的抽一題出來考 比如這個110 然後底下是202 再204 第二類的抽一題出來 也就是總共抽三題 那四十分鐘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要及格的話 等於一題給你的時間 大概就是十來一分鐘 大概十三分鐘 你要把一題給做出來 那及格分數的話 就是70分 那如果70分 它就發一個證照給你 底下有說 OK 它說第一 一、二類是30分 第三類是40分 所以假如比較聰明的做法 應該是先做第三類 因為40分嘛 然後做完你就有40分 然後再來就是再抓一題 第一跟第二 那做完如果70分 其實就算起格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Excel部分的話 我已經把那個相關的資料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待會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到這個網址裡面找一下 那其中的話 這個是題目部分 那練習檔就是說 它會需要用到的題目 會用到的需要用到的 考試檔案的話 就在練習檔裡面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它因為它是一個VIP檔 所以你們可以把它下載之後 再把它解壓縮 那比如說你今天希望做這一題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下來 然後呢 這個練習檔把它打開之後 按右鍵把它解壓縮 7VIP 解壓縮至此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練習檔 那比如說102 這邊就有個練習檔 所以將來會需要這樣 就是你先把題目稍微看一下 比如這個題目 我直接把它先打開 這題目 然後這個題目的話 你打開之後 然後你又看一下102在這裡 這個 有點太小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有個放大 那比如說它這邊不是有一個說明嗎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地幾題嘛 所以它就要你把這個題目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設計項目 總共1到8 那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你就要按照它上面所講的 你要把它做出來 而且要完全標準 所以變成你要看懂 它到底在問什麼 然後把那個相對應的動作做出來 最後把它存檔 本來叫ESD01 這個檔案ESD01 然後它要你怎麼樣 把這個檔令存一下 存成EXA01 你就把它存在旁邊 這樣子就完成這個測驗 OK 所以這個我想待會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上課會用到的這個資料 先準備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EXALE的部分 那當然呢 其中考試後的話 拿到期末考 就是Photoshop 那其實Photoshop 我想我也差不多 就是一樣會有個題目檔 一樣會有練習檔 那你們可以預習一下 反正這個應該 我盡可能的把那個 上課的內容 盡量不要弄得太複雜 反正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EXALE 一個是Photoshop OK 應該沒問題吧 那我先把畫面 先還給各位 你們先針對我剛剛講的這個 先稍微找一下 當然如果你有帶學生碟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把這些資料 先把它存在你學生碟 你就不用每次都去 一定要去下載這些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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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